这两个妹子太惨了 被人强行当作赚钱工具 一天之内几十次交流 终于他们逃了出来 姐妹花来到教堂外 因为伤害自己的人渣 有一个是神父 大美自带BGM登场 可神父还在趾高气昂地叫嚣着 大美很不屑 下一秒神父就被打倒在地 他们开车拖着神父走了十万八千里 然后给他身上泼洒汽油 小美帅气地扔下火柴 神父最终命丧火场 下一个是胖警察 此时的她正在对其他妹子上下起手 正当她准备下一步的时候 大美从背后把她打晕了过去 然后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吓得她大喊必吃必吃必吃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最终小美一枪结果了她 接下来他们抓了小帅的妈妈 再当她的面 一棍子带走了小帅 这就是不好好教育孩子的后果 再带来另一个儿子小明 还逼迫她打死老妖婆 小明犹豫了 大美直接开枪把她带走 在伪装现场 造成自杀的假象 此时的姐妹花质问老妖婆 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侵害女孩子 你还助纣为孽 同样作为女性 你何苦为难女人吗 老妖婆哭泣着祈求不要伤害自己 可小美还是用电锯带走了她 电影最后 她们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之前的种种经历已经过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找个好男人嫁了